好 各位觀眾和師兄 12月6日的虛霸艇到兵團 林九、Sam、Patrick 又和大家見面 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想準時可以欣賞到我們在YouTube發放的節目 麻煩大家在YouTube頻道 當然最好先下載YouTube的apps 搜尋虛霸艇到兵團 會彈出我們的節目 當然最重要是訂閱和按鈴鐺 你就可以準時 不用拖拖 何時我們才出街 只要一出街上架 就會有鐘仔提醒你 沒錯 希望大家多點支持 最重要是 我們不要太熱身熱 趕時間 首先另外提一提 大家最近的天氣都比較涼 各位夜間手足 記得戴外套 開工 以免著涼 是呀 因為早間那一刻 早間我發現他們早起床會穿衣服 反而是夜間二大夜 因為他一起床會有天休息 是呀 那時我開夜間也是這樣 提提大家 帶一件薄薄的外套也好 現在香港有些環境 連續說 兩宗不法之徒都在搏 我們去片 去片 出街 電 五公斤 又會 發音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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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斤 可以選擇 幫助 出現 示威 達煙 八公斤 和到媽媽 裡面 他們那時 會 發音 八公斤 再勞 包罵 的話 十八公斤 誰會 出現 八公斤 跟主 佛家 麥克 被 停止 踏 三公斤 我和你猜 狗狗,我現在在港幅道 大家看到了,就是什麼呢? 是得機人 看到他衝行,其實真的有很多傻子 他小時候跑過來,以為自己是超人 起飛,或者是蜘蛛俠 他真是蜘蛛俠,因為那塊港幅都變成蜘蛛網 他的姿勢多好 我們看很多,其實他有很多傻子 首先講他撞的姿勢 你這樣撞,你不擔保臉和鼻子 是的,其實是不是應該打了一聲這樣做 他想雙一點 想雙一點 雙一點收多一點 但是首先,大家看到車主用的車鏡 我也是用這隻的 其實現在大部份車都有車鏡 還有這些人 是呀,現在方便 又有Wi-Fi 但是他還有一個女人 在後面走過來的 是呀,那個是什麼位置看不清楚 但是覺得很生氣 最主要就是,你沒想到不讓香港會這樣 我們看很多片都在大陸 現在沒有的了 其實我問過一些內地人有關 沒有的了 因為近年是呀 除了車鏡之外 他的道路監察系統是非常完善 是 你根本就是 你無所遁形 還有現在大陸 某些大的城市 已經有五支那些 已經是人別識別的 已經是體討了你的 就算你掩著蒙面 跳都看到你的了 所以其實現在反過來 我上次上過去內地 反而是晚上很安全 我也聽了很多朋友發言 所以有時 這條題外話說 有好有不好 是吧 安全了 但你可能又說被人監察了 是呀,私隱 各個看法 我就不願置評了 是吧 但我個人認為 當然兩面都要平衡的 但永遠就是 其實真的人身安全要緊的 希望夠膽出街 當然 你如果純粹 私隱和人身安全 就很簡單 但永遠牽涉很多東西 就是當權者 安力的政府 就是這裏的問題 如何保障 我不是說某一個國家 即使去到西方的民主國家 都一樣有 默克爾德國總理 都被人偷電話 日本機場 我早就說已經是人別識別 是呀 所以就不是難心 針對呀 針對呀 全世界都有這個問題 當然 都是那一句 如果沒有的 好像菲律賓一樣 你又是出街 又說要帶軍隊出去 是呀 為何印尼那些暗交眼 你找一個導遊 那些 他那些軍佬 還有秘魯做導遊 因為他不是很想做 他拘捕著去做 可以做的 原來政府是給的 是給的 但他都未必 我猜他不是很想做的 但因為 那些人 普通找一個導遊 你會做不到 我先告訴你 我有一個朋友 曾經聽過朋友說 他去到當地 他來請了兩個軍人做導遊 是呀 誰知道你警察走為難 那些軍人是先走的 是麻煩的 其實你請了 是否一定是保護到你 應該就是 在那些地方 應該就是 請最惡的人做導遊 或者選擇不去 我看以前的影片 很多都是 哇 很懶惰的人 所以香港 我想給大家一個正面的消息 其實香港也是非常安全的 是 但是現在 說真的 會差了 是會差了 是會差了 但是差了就是什麼 跟我們很有關係 大家看看 以上幾幅圖 前陣子我們也有說過 是 是 甚至乎我們有兩個手足 欣仔和隊長 都被人爆車 是被人爆車 是 大家看到了 這算是好消息 為什麼 中年雌雄 雌雄賊 偷十架的士 葵青遇巡景 折茶 大家看到了 這個很有趣 大家慢慢看 我真的不想讀 我讀兩道後 我又不明白 偷十架的士 在哪裏買呢 你想要偷來做什麼 你犯案都不用拿這麼多車 或者你拿來當影子車 你只是用一架 最多就是兩架 雌雄 那些問題會不會這樣 有些鬼暑車房 可能賣給他們做Pass 現在十架拆散了沒有 暫時沒有 是不是應該第一時間拆屍 以前 我們那時候 由開鑽鑽鑽起 剛剛鑽鑽起新車的時候 真的有人這樣 那間車房 懶得偷 修頭都少偷 那時候我認識 我以前有鑽鑽鑽的 知道原來車房 據我所知道 被人偷了 一拆,一回到車旁就拆掉了,因為拆掉了你就找不到它 你怎會留到屍體呢? 你現在的車偷了這麼多一輛,原來還未拆掉 其實應該不是用來偷巴士,而且的士巴士又不貴 但我們看看,在的士網上的社群說聽聞那些車是專門偷舊的五座 所以就奇怪了,可能做巴士 不要去跑車大把,五座,不值錢,要退休息 如果五座位,就算是五仔,那些學都不值錢 是啊,你跑完之後我們都沒錢剩的 他會不會這樣,拿了十架車,假裝打理人 請司機高,又要吸引,鳳鴻,免租,那個字頭 沒有啊,就是當收案金,會不會這樣 司機起碼給車時,會不會這樣 為什麼呢?他不是說收車租 收那份老案,就是了 那份大獄 司機可以踏到車時,走一轉 咦,對了,車是,會不會呢? 他可能會頂三兩天,讓你租住三兩天 那邊又繼續找一些新人 因為很快不能收 他最主要是那份老案,十架,兩間,每架不多 九車,九千,收你九千,一架就萬八 那都不用偷十架,你偷完再偷 那你怎樣收 反正你在葵聰,你偷上癮 你偷十架,就是收藏家 或者是收藏家 收藏古董銀五座 但是這個有可能,十架,兩間,九千元租 十八萬的 他分分鐘有可能是一天之內收到十八萬 你這樣說是不稀奇的 但是,總之現在治安就是 是啊,好彩,我們的警隊 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能做到事情 突然間真的這些鋼灘 可能抽調,還拿著長膠子彈 拿著長膠子彈,對著鴛鴦 鴛鴦大道 鴛鴦大道 然後又要搜到他身上 搜到他的袋子,為何這樣拿著車匙 九十幾個車牌 對我們業界來說,都是一個好消息 人心惶惶的,排衝那邊 是啊,其實我都說過很多次 以前去過廁所,現在我即使在門口 例如去大連排廁所 通常都在門口 我都把電話,前兜遮一遮 聽回來,12月1號那晚 那一輛司機車放在尖沙咀 忘記鎖門都被人偷了東西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忘記鎖門就抵死了 是啊 以前你忘記鎖門,有時候真的會有 但現在會讓人去拔一下你的門 其實是這樣,Patrick哥 真的多了這些鎖門 剛才你們覺得是對的 警方人手路已經是短缺 犯罪那些,譬如偷車 有機可食 打破玻璃,前兜 甚至乎拿那些設計機都很值錢 最慘是你的電話左偷 是啊 你猜不到,一顆磁石都偷 甚至乎有些 現在聽回來 就是說 不論是私家車或的士 現在有些是真的不偷去搶 打破玻璃 以前我們都看過一些技術 對嗎 對嗎 鐵線也好,百合時也好 或者拿把鋼尺也好 現在不是,糟糕了就打破玻璃 然後一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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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了 是啊,為什麼呢 其實呢 可能現在呢 警力不足 以及到處吵 以前防盜一響 就糟糕了 有報警 現在呢 不知道什麼事 不知道可能那裡有發生什麼事 可以了,響一響一響 不能響的了 誰知道就來了 不過現在你在街上行必的警察 都不知道多久沒見過 正宗軍莊那些 721是吧 嗯 見過兩個軍莊 哦 轉頭走了 哦 我也想找回那兩個軍莊 是啊 連兩個都失去 這兩個是聰明目 是啊 怎麼這樣說 也不是我們早兩輯說過的 我昨天跟車的客人聊天 就說在西灣河那宗 那宗 他都是兩三個警察 是 他說 他說 記招那裡就說 哇 後面好多黑衣人衝過來 那個客人就說 這兩個人 為何你不學元朗那兩個這樣呢 是 調頭走 是不是 是 開槍 沒單事 也是 是嗎 那元朗那兩個都會走 為何你這幾個 交通警 都是齊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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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需要警察 是啊 又要這樣說 有些人就這樣倒過來說 721那兩個警察又不學他拔槍 是啊 是 是 就是這兩個警察聰明 這兩個警察要稱讚他 打進也是二十四飛 這兩個軍艙應該要上去人大那裡 不是江頭佬啊 是的 江頭佬是罵特首的 這兩個就是正宗的神探 沒錯 哈哈哈 是不是 他知嘆道 他搞不定就處理不了 他立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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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不止24個 是不是 二十四個以下都跟你搏,一槍一搏 一定不賺錢,政Sir一個警察來講,看看有沒有入門子彈 他看都不看,拜拜 原來這兩個,我們真的受到很尊敬他們這兩個神探 西灣海,兩個還是三個,交通警,白頭,你真是七六 第一,交通,你去做交通,就是了,堅持著馬路,踢不踢走,見到這麼多人衝過來,數一下,人多走 總之辦事在前面,SIR,收到,他老媽說,你不是打算走過來,你不是打算走過來,車牌是否認證 但是李大哥,我發現李大哥收到很快 他裏面解封了,找學生有沒有示威人士,他現在說示威人士 之前,李汽媽就是說,李達手說,暴徒,到最後就是示威人士 那班所有軍裝進去,有沒有人啊?沒有人啊?突然有一個黑衣人 他說,裡面沒有人啊,SIR,怎麼說沒有人啊?走得?走得? 第二天,找找,又說找到很多東西出來 但在日後說沒有人,他說沒有人,他說沒有人 人家跟我說沒有人,大家是衣人來的,沒有人啊,SIR 其實現在的準則,都不知道怎樣 現在就是這樣,搞到現在香港就粒粒聯了 為什麼千龍大道搜捕的士呢? 現在那個人,你要搞到這樣,你才可以發生大事 有時候也要跳一下,沒錯,你要跟他們的部分來做 起回這十輛的士,不知道還指不指 我相信,我想這兩個雌雄大賊 其實在肆虐了葵青西面那邊,應該已經一段時間了 現在下網了,起碼大家都開心 我相信不止他們這一拼 其實一向有些不良嗜好的人士 可能有些偷東西的習慣,有些人喜歡去購買 是一些情緒精神的問題,你知道社會是這樣 我也聽過那些警務人員說,大家都知道 最多那些導遊,三幾元他見到在那裡都在那裡都在那裡都在那裡 所以不是說電話做到那裡都在那裡 題外話,差一點時間 我那時候見到那個所謂的側田 我們什麼叫做側田呢? 就是這樣,永遠上完電了 然後打電了 硬是掃堂隊,熱吻打他兩拳都不會電 那些側田,就是那些白粉道人 那次我就去酒樓吃東西 那突然之間,下午早時來 為什麼有兩個道路,類似是那些 你見到的樣子已經知道那些人 已經有兩條天線在衣服裏面的外套 那時候是天時洞來的 有兩條天線動一下動一下 原來他去魚池,拿一隻澳洲龍蝦 但是呢,是那些爪,爪在那裡 爪在那裡 那兩條天線在那裡 我以為那些水浦電話也會融融的 為什麼那兩條青蛇 那樣的厲害 我說是第幾代啊 他在那裡拿著,經理 不要爪著,不要爪著 他這樣說,什麼事?什麼事? 你知道龍蝦的爪是爪在那裡 很厲害的 他扭曲了,什麼事? 爪在那裡,沒事 原來這兩條青蛇好像蟑螂一樣 一打開 那時候澳洲龍蝦,一兩都成二百多元 那隻龍蝦也有四斤 不是,一斤二百多元 一斤二百多元 他拿去街市 不要說什麼 幾百元也好 一千幾百元也好 上癮 我見了兩條天線,兩條什麼 以為新式那些,追蹤別人的 會動那些 會指令在那裡 對,會指令在那裡 不過說實話,指天線這些 那些豬皮佬,電信那些 他想到那些,真的這麼過癮 他的車在那裡 他很大條天線,很長的 他連捉那些非法無線電那些 他想到那條天線真的很搞笑 他叫一聲指令的 是呀,他一定是向著一個頻道 是呀,他探索到哪裏有非法頻道 他連電線都一聲指著 等於那些的士路有一下,突然就一聲 我們就叫做豬皮佬 指了之後,譬如那棟大廈,看著 若果是這個陳數的單位,就開始上門 就去檢查他們有沒有非法的無線電 是呀,這麼厲害 是呀,在說20年前的事 20年前已經這樣了 不過現在都沒有什麼了 現在都沒有人玩 那時候是幾十年前的事 每家會戶回到家就在那裡打仗 很重疲,但不要說那部機器 為何會想起,火牛也很大 是,很大 你一天要這麼力氣 是呀 是呀,又說說有過分 好了,第二次就是什麼呢 當然是教主的重頭 教主出來了 就是什麼呢 我們今次就是這個 教主,應該這樣說 教主真的又來了 繼這個 加拿大無花果煲鵝魚之後 他做了一個啤酒鴨給我們看看 究竟有多好味呢 我們就看看 好了,直接回來就已經是第三次再見了 服務的士業界近四分一世紀的創紀車行 處事公正 車隊管理優良 凡事責任閒線 盡心培訓新手司機 如果你都想加入的士業界 創紀車行是你不義之選 我,林九,誠意推介 誠意邀請你們加入創紀車行的大家庭 Yo,大家看完這個這麼好看的節目 是不是很想繼續無限循環呢 如果是的話,立刻點到這裡 又或者去我們的Facebook專頁給個like和share 和我們一起聊天啦,Yo